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22章 当时约书亚召了流遍人 迦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来对他们说 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 你们都遵守了 我所吩咐你们的 你们也都听从了 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偏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 并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手的 如今耶和华你们神照着他所应许的 使你们弟兄得享平安 现在可以转回你们的帐篷 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你们为一夜之地 只要切切地谨慎遵循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 爱耶和华你们的神 行他一切的道 守他的诫命 专靠他 尽心尽心侍奉他 第一节当时玉书尔就召集了这个约旦河东两个半字派的人 包括刘汴仁 加德仁 还有东马拿西字派的人 对他们说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他以前曾经吩咐过你们的 你们都遵守了 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 就是说当初两个半字派希望摩西把约旦河以东的土地分给他们 但是摩西的条件是说可以 但是你需要跟着其他还没有分到土地的弟兄们 过约旦河以西在他们前面打头阵 你们已经得到产业的人要帮助还没有得到产业的人 同心努力帮助其他弟兄也得着产业 你们才可以回到你们的约旦河东 摩西过世之后 约书亚也是一样吩咐这两个半字派的人要遵守当初的承诺 这两个半字派的人也完全遵守 如今约书亚已经扫荡完约旦河西了 也帮助约旦河西的众弟兄们都分到土地了 因此他就要来让这些两个半字派的人回到约旦河以东 好第四节如今约和华你们神照着他所应许的 使你们弟兄得享平安 现在你们可以转回去你们的帐篷 到这个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 那在你们临走之前呢约书亚就给他们一些吩咐 第五节你们回去之后只要切切的谨慎 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 那如同就是当初约书亚记一开始的时候 神也是吩咐约书亚说你要谨慎遵行 我借着摩西所吩咐你的律法 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得地为业 所以呢这个约书亚要这个差派 这两个半字派的弟兄们回去之前 也再一次的告诉他们 一定要遵守神的律法 这样子你们所得到的这个产业 才会永远居住在上面 好那有关于这个神的诫命律法 基本上呢就是爱神跟爱人 所以首先呢就是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 行他一切的道 遵守他的诫命 专靠他而且要尽心尽性的侍奉他 这些这个摩西在临死之前 在生命纪的时候 就是这样教导大家的 约书亚也是再一次 把这个尽心尽性爱神 遵守他的话 这样的一个吩咐 也是祝福 就来这个告诉这些 两个半字派的弟兄们 我们继续来读第六节到第九节 于是约书亚为他们祝福 打发他们去 他们就回自己的帐篷去了 马拿西那半字派 摩西早已在巴山分给他们第一 这半之派约书亚在约旦河西 在他们弟兄中分给他们第一 约书亚打发他们回帐篷的时候 为他们祝福 对他们说 你们带许多财物 许多牲畜和金银铜铁 并许多衣服 回你们的帐篷去 要将你们从仇敌夺来的物 与你们众弟兄同分 于是流遍人 加德人 马拿西半支派的人 从迦南地的适罗起行 离开以色列人 回往他们得为业的激烈地 就是照耶和华 借摩西所吩咐的得了为业之地 第六节 那约书亚就为这两个半支派的弟兄 祝福 打发他们回去自己的帐篷 那马拿西半支派 就是所谓东马拿西支派 摩西早已在巴山 这个地方就分给他们地业 那这半个支派 约书亚在约旦河西 在他们弟兄中 分给他们地业 也就是说 这个马拿西支派 有东马拿西支派 跟西马拿西支派 他们在约旦河的两岸 那现在呢 约书亚就打发 东马拿西支派人 回帐篷的时候 为他们祝福 对他们说 你们带许多的财物 许多的牲畜 还有金银铜铁 这些是属于贵金属 还有很多的衣服 这都是战利品 他们争战得胜的战利品 回你们的帐篷去 的时候要记得 要将你们从仇敌 夺来的物 与你们的众弟兄同分 就是说 你们要与弟兄同分 卤物 所以这边呢 就是约书人在教导 他们要爱人 刚刚讲到 要尽心尽性的爱神 这边讲到 要爱人如己 你们虽然在前面 打仗 然后得到这么多的战利品 但是不要忘记 在你们的老家 也是有人在那边 看守着 所以呢 看守器具的 跟前方打仗的 一同同分 卤物 这个是以色列里面 他们的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念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约书亚也是告诉这些 要回去的人 要爱神 同时也要爱人 爱人的一个最直接的表现 就是同分卤物 同分 耶和华 给你们的祝福 所以呢 这些 流变人 加德人 跟 马拉西半支派的人 他们被 约书亚吩咐 跟祝福之后 就从迦南地 指的就是这个 约旦河以西 的士罗 因为这时候 会幕 已经从吉甲 移到 这个中央三地的士罗 就从士罗 起行 离开了以色列人 这些约旦河以西的 弟兄们 然后呢 回去往他们 得为业的 激烈地 激烈地其实指 就是约旦河以东的意思 就是照着耶和华 曾经借着摩西 所吩咐 而得了为业之地 他们就高高兴兴的 要往家里去 我们继续来读 第十节到第十四节 流变人 加德人 和马拉西半支派的人 到了靠近 约旦河的一带 迦南地 就在约旦河那里 竹了一座坛 那坛看着高大 以色列人听说 流变人 加德人 马拉西半支派的人 靠近约旦河边 在迦南地 属以色列人的那边 竹了一座坛 全会众一听见 就聚集在士罗 要上去攻打他们 以色列人打发祭司 以利亚萨的儿子 菲尼哈 往激烈地 去见流变人 加德人 马拉西半支派的人 又打发十个首领 与菲尼哈同去 就是以色列 每支派的一个首领 第十节 这两个半支派的人 他们就准备 要过河之前 他们走着走着 到了靠近约旦河一带的迦南地 就代表在过河之前 还在约旦河以西的时候 他们做了一件 非常特别的事情 他们就在约旦河的河边 组了一座坛 而且那座坛呢 看着高大 就是那座坛是很高很大的 比那个摩西的那个会幕里面 那个铜祭坛还要高还要大 那以色列人呢 就是约旦河西的人 听说这个约旦河东的 刘辩人加德人 跟半个马拿西支派的人 在靠近约旦河边 而且是在迦南地 属以色列人的那边 组了一座坛 就是说 在他们还没过河 回到河东之前 很奇怪 这两个半支派的人 为什么在还没过河之前 竟然就在属于我们约旦河以西的这个河边 竟然足了一座坛 他们觉得非常的吃惊 所以呢 全会众一听见 就寄举在四螺 准备要上去攻打这两个半支派的人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天大事情 他们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十三节这时候 以色列人他们就决定 要先打发祭司 以利亚撒的儿子 菲尼哈 那他们要往 约旦河东的激烈地区 要去见 这两个半支派的人 好好去问一下 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然后同时呢 又打发了十个首领 就是这个 约旦河东 九个半支派 都各派一个首领 而且他们都是 这个以色列军中的统领 都是这个军事将领 去兴师问罪 那这个菲尼哈呢 是蛮有名的 因为之前呢 这个他们以前还没有过河 来到约旦河以西的时候 曾经在约旦河以东 摩押平原上的巴黎比尔 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时候 以色列人受到迷惑 然后就跟摩押女子行营 并且跟着摩押女子 去敬拜巴黎 所以很多以色列男人呢 就在这个约旦河以东的 摩押平原的巴黎比尔 为巴黎祖坛献祭 而现在约旦河以东的 这两个半字派人 竟然就在巴黎比尔的对岸 约旦河以西的河边 也足了一座坛 所以这让约旦河以西的 九个半字派人 他们立刻联想到 就是巴黎比尔事件 又要重演了嘛 所以他们就去心思问罪 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五节到第二十节 他们到了激烈地 见流便人 加德人 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 对他们说 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 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 干扮以色列的神 为自己主义座坛 背逆了耶和华 这犯的是什么罪呢 从前巴黎比尔的罪孽 还算小吗 虽然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 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 你们今日竟转去 不跟从耶和华吗 你们今日既背利耶和华 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 你们所得为业之地 若闲不解禁 就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 就是耶和华的帐幕所住之地 在我们中间得地业 只是不可背逆耶和华 也不可得罪我们 在耶和华 我们神的坛以外 为自己主坛 从前谢拉的曾孙雅干 岂不是在那当灭的雾上犯了罪 就由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会众啊 那人在所犯的罪中 不独一人死亡 十五节他们就来到吉列地 就见这两个半支派的人 就对他们说 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 就是我们 这个九个半支派人 我们异口同声的这样说 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 干犯了以色列的神 什么事情呢 因为你们为自己主了一座坛 你们悖逆耶和华 这犯的是什么罪呢 这是大罪啊 十七节 你难道忘记了从前比尔的罪孽 还算为小吗 就是我们刚刚谈的 他们之前在约旦河以东 巴利比尔这个地方 他们这个为巴利主坛献祭 结果呢 神就降下了这个瘟疫 他说虽然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 到今日还没有洗尽这个罪 你们今日竟然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吗 那时候耶和华在越旦河东 摩押平原时候非常的愤怒 就准备要过河了 你们现在过河之前 竟然就背弃的耶和华 去以这些摩押跟米店女子行营 随从他们去拜巴利 还为巴利主坛献祭 更令人生气的是 当这个神就降下瘟疫 要这个处罚他们的时候 已经死了两万四千人 大家就知道错了 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偏偏就有一个西缅之派的领袖 不管大家在那边认罪悔改 大剌剌的带着一个米店公主 就进到营中 回到自己帐篷 在那边行营 这个时候呢 这个大祭司的儿子菲尼哈 他看不下去 就拿了一把枪 直接到帐篷里面 把那两个人 一枪把他们刺死 所以这一次呢 就是派这个菲尼哈来 因为他有一个忌邪的心 所以呢 这是有他代表 也是非常有代表性 因为他就是在提醒 和责问 约旦河东两个半字派人 是不是又再一次犯 上一次巴利比尔事件 这种亵渎神 惹神愤怒事情 难道上次耶和华将灾 的那个愤怒 你们都忘记了吗 难道那次的审判还不够吗 你们今日悖逆耶和华 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会中发怒 你们这样做是连累大家 今日你们悖逆神 明日神的愤怒 就向全以色列会中 不分何东何西 都会被神审判 你们所得为业之地 你们若嫌他是不洁净的 你们就可以过到 耶和华之地 就是耶和华的藏目所住之地 在我们中间得地为业 他们就说 如果你们是觉得 你们住在耶和华 这个住在约旦河以东 不是住在约旦河以西 然后你们觉得说 有点后悔 当初不应该跟摩西说 要分约旦河以东的 这些地 因为现在会墓 还有这个祭坛 都在约旦河以西 好像离神很远 好像有点后悔了 好像觉得约旦河以东 不洁净了 你们有点后悔 所以你们就在那个 和这个约旦河以西 最靠近岸边的地方 弄得一个又高又大的坛 然后你们在约旦河以东 可以看到那个坛 好像觉得这样子坛 离你们最近 你们也可以有一个坛 能够让你们觉得你们 当初好像做错的选择 你们嫌这个约旦河以东 不洁净 但是你们有一个 在约旦河以西 弄了一个又高又大的坛 很靠近你们 你们觉得这样可以得着洁净 你们如果真的是这样想 你们就过来啊 就来到我们当中 来到约旦河以西 跟我们一起居住嘛 你何必弄这样子 又组了一座坛 这样神会生气 所以呢 这个他们就这样 劝约旦河以东的 这些弟兄们 他说所以呢 只是不可悖逆耶和华 也不可得罪我们 你这样说得罪神 也是得罪我们 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以外 你们竟然为自己 又另外组了一座坛 难道你们忘了 从前谢拉的曾孙雅干 岂不是在那当灭的物上 犯了罪 所以呢 就有愤怒 临到以色列全会众吗 那人在所犯的罪中 不独一人死亡 也就是说 雅干犯罪 连累了全会众 以至于我们在爱城 打了一个败仗 我们都吓得要死 后来发现是雅干 拿的不该拿的当灭之物 那你拿到雅干 不仅一个人死 还连累了雅干的 全家族也都死 今天你们约旦河东 又做了一样的蠢事 你们又另外立了一个坛 难道你不知道 这会连累大家吗 所以他说 你们不要这样做 你们如果不想住河东 就全过来嘛 何必如此 那到底约旦河东的 两个自派的人 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我们在下一集 会把这个答案告诉大家 我们一起来祷告 所以我们看见 约旦河西的人 他们非常在乎 全体百姓的圣洁 他们相信 一个人犯罪 会影响全体 他们都记得 之前在约旦河东 摩押平原上 他们曾经背逆神 神就将 这个审判给他们全体 他们也记得 在约旦河以西的时候 压干一个人犯罪 不敬畏神 也连累全体 所以他们恳求 他们河东的弟兄们 不要再重蹈覆辙 主啊 我们也向你祷告 让我们不小看 每一个人 在圣洁团体里面的责任 因为我们一个人不圣洁 我们一个人犯罪 也会影响 我们所有的肢体 求主赐给我们圣洁的心 爱神爱人的心 不仅爱神 也在乎我们的肢体 我们不任意妄为 免得得罪神 也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阿们